好 那下個禮拜重點快速告訴大家 第一個 我覺得2萬點這個地方 不會是一個天花板 大家不必過度擔心 可是重要在哪裡 你要預防高檔的股票震盪 以及什麼 高價股的震盪 稍微放心 打招告一個收拔 今天一度是超過2萬點 但是最後收拔的時候是起911點 收拔基礎是1,9785點 小心告知的該拔 到給分析師師丁趙宇跟大家說 各位民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看到民視幫大家準備這個標題 一個人的武林 好厲害 這兩個禮拜我一直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提防賺指數賠價差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個禮拜 台北股市的狀況 的的確確 今天就是所謂的拉基盤 就拉了台積電 指數就是一路就佔到2萬點了 可是從昨天開始 那個上漲跟下跌加速比 就跟這個大板漲勢就不太一樣 好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賺指數 那重要是像今天盤中 我看了一下 在盤中我再統計一下 漲跌加的比大概只有0.26 所以也就是說選出股票來講的話 你上了2萬點 那可能還是賠價差 那主要還是高低基期的股票互相換 就是低基期的股票變強 那高基期的股票呢拉回 這是這個禮拜的一個重點 那漲多拉回的股票其實今天蠻多的 我們舉些例子 比如說像是周城部分 富士達跟星雲星這兩檔帶頭的火車頭 今天都是出現了一個重挫 盤中也是達到跌停板 那再來像COAX的 像是萬潤以及像是均豪 那其次來講在電力方面來講 這個華城以及像亞利中興店 這些股票都是出現一個很明顯的轉弱 細光子的部分來講 昨天還創新高的波羅威 今天是直接灌到跌停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這些股票 都是在最近很強的 那在昨天或今天就突然轉弱 貴买指數當中也出現這樣的情形 那附帶一提貴买指數呢 連續兩天爆量了 那連續兩天爆量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強弱 高低基期的股票也是在互換 比如說之前很強的元泰 今天是出現重挫 那麼另外來講像紅素 高價股的紅素以及M31 這個都是在權重OTC當中 權重比較重的 這兩三天是先做拉回 那相對上面來講落後補漲的 像第三代半導體 那今天嘉金攻上漲底板 可是請注意 嘉金它是破底板 它昨天還創下新低 所以操作難度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非常高 那其次呢 在這個OTC的部分 像中美金以及像是這個環球金 也是出現一個低基期轉強的一個態勢 好 那另外來講的話 像高配息跟這個高息ETF的標的 最近我知道有幾個 有幾個ETF在募集 那投資人大概也知道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聯發科像星象 星象呢算是這個地方來講 持續往上攻高 可是你看日月光 日月光 昨天竟然上漲天板 今天是一個開高震盪 直接往下收黑的一個情形 所以代表說 即便是高股息ETF 你也不能去追在一個所謂的這個高檔 或是當天開盤強勢的一個部分 好 那下個禮拜重點快速告訴大家 第一個 我覺得2萬點這個地方 不會是一個天花板 大家不必過度擔心 可是重要在哪裡 你要預防高檔的股票震盪 以及什麼 高價股的震盪 那震盪這個部分來講 你高檔有出掉 你低檔才有機會 才有這個資金可以接回來 那再來就是高配息ETF成分股 很多投資人最近對深購ETF非常熱衷 那我提醒大家一點 請拉回再佈局 因為不需要 人家前面已經買一堆了 那你拉回的時候再佈局 比如說像是長榮 上禮拜我也跟大家講過 他也是屬於高配息ETF的一個標的 甚至他的股徑比也很低 那最後來講話 假如各位觀眾朋友 手中的持股你是超過7成的 如果持股成數比較低沒有關係 可是持股成數超過7成的請注意 請先減碼弱勢股 我只是舉個例子 所謂弱勢股就是 它在這個地方 它是跌破月線 而且月線下彎的 那這類型的股票呢 建議是先做一個收回 把資金來講收回之後呢 未來在震盪過程當中 才有機會做DJ的動作 以上是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的一個表現 我把時間交換給棚內主播